到通天地有行外 思路风云动静中 欢迎收看今天的金融鬼谷子 今天大盘又跌了 But这只是刚开始 未来稍微震荡过后 它还会再破底 为什么我说 不管是台北股票市场 还是美国股票市场 未来都还会再破底 因为你看我的测标 回答它说它未来还会再大跌 那你去想如果回答 未来还会再大跌的话 那我们的护国神山怎么办 如果台积电未来 它下跌的速度 会越来越快的话 台北股票市场 势必会引发再一次的震撼教育 甚至于从昨天的融资 它又散发出一个重要的讯息出来 所以为什么我在近期 我在8月5号当大盘大跌 1800点 我跟你讲 因为我之前就说它会大跌的 果然暴跌 而在这一天之后 我公开跟你讲 在节目跟你说 之后会反弹 之后会反弹 结果近期的股票市场 果然反弹了1000多点 但我现在也还要带你回过头去看这一句话 而反弹之后还会再爆跌 AI泡沫要开始了 一切我都尽可能的说在前面 正因为讲在前面 让你才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去反应 来 为什么我说 灰达的状况并不是太好 因为灰达是AI的相关的产业 那AI整体来看的话 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了 你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你必须是整个类股蓬勃向上 而不是单兵作战 那才是整个景气的向上 如果说只有一哥好 其他都很烂 这个景气是有问题的 我们来看 AI相关的第一档叫做美超微 我在昨天就跟你讲了 他第二季的营收的部分 比市场预期的高了0.1亿的美元 只高了0.1亿 但问题是 他在美股盈余的部分 6.25美元 远低于市场预期的8.07美元 为什么会这么低 差了一块多 将近要两块钱 怎么会差那么多 因为他第二季的毛利率的部分 是向下崩落 只剩下11.2个百分点 各位美超微 晶片相关的毛利率 居然只有11.2个百分点 他的成本到底花到了什么地方 跟去年第二季同期相比的话 去年也不多 但至少都还有17个百分点 跟去年同期相比 就少了5.8个百分点 这家企业的问题很大 再来他如果跟第一季的15.5个百分点来比的话 他又再少了4个百分点 也就是美超微 他的毛利率的部分 从去年一到今年第一季 一直到第二季 是不断的向下来崩落 他已经创了2007年 5月份以来的最低毛利率 为什么一档AI的重要的股票 美超微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被称为腰股中的腰股 美超微 他的毛利率却这么低 AI他不是很好吗 AI他不是会蓬勃发展吗 未来不是所有人都需要AI吗 那照理来讲 他的毛利率应该要拉高 因为大家在抢 供不应求 所以他的单价跟毛利率的部分 本来就可以拉高 但是事实跟你讲什么 事实跟你讲说 美超微的毛利率在下降 也就是他在销价竞争 他的成本必须拉高 他才有办法跟别人来竞争 而且当他的客户不愿意用更高的价格 跟他买的时候 他的毛利率才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再继续看下去 这是其中的一档个股 重要的美超微 再来 Intel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这档个股 他第二季的营收的部分 128.3亿美元 每股盈于只有0.02的美元 远远低于 远远低于市场预期的0.1美元 市场估是0.1 他只有0.02 这差别也太大嘛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第三季的财测 大概在1月5到135亿之间 美股 他自己估哦 他估他在第三季的时候 美股会亏0.03美元 而市场原本是预期 他会0.31的美元 第二季别人是认为 他会0.1美元 他只有0.02 比市场预估的要来的更低 为什么 Intel他不是很好吗 他不是AI吗 怎么会这样 甚至于到了第三季 他会开始亏钱 他会开始亏钱 而市场还在认为 他会赚0.3 比第二季要来的更好 之前我说过了 因为Intel他的晶片 为了要抢所谓的市场率 所以他的生产的成本是 大概是一片的晶片 一个晶圆片 大概是要1.6万的美金 but他只卖给客户1万而已 所以他做一片就亏一片 但是我们护国神山呢 一片同样的晶圆 甚至于我们护国神山的良率更好 他的成本才6500块的美金 跟Intel 1.6万 差了1万块 但是同样那么 台积电的成本这么低 他卖的价格跟Intel 同样都是1万块 所以Intel做一片就赔一片 而且还赔非常多 但是台积电做一片是赚一片 所以AI并不是 我已经说过了 AI的产业它很好玩 只有晶片相关的有赚到钱 CPU跟GPU伺服器的有赚到钱 其他的通通没有赚到钱 因为你看 即便你行动天外有AI 你可能会想换 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 没有这么强大的欲望 因为即便有AI 也没什么 对吧 好 那即便有AI 有的人他的确想换 但是你终究 还是只有一只行动电话 对吧 你不会因为AI买两只买三只 在汽车的部分 即便导入了AI 你依旧只会拥有一台的汽车而已 所以它在下游的部分 在消费端的这个部分 并不会因此而扩大 这个状况跟那个时候的打抗 非常的接近 打抗在西元2000年的时候 每个人都梦想了 未来到处都可以上网 对吧 上网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10到今天 24年之后 它真的到处都可以上网 它真的速度越来越快 从原本的30Mbps 40Mbps 100Mbps 400Mbps 现在连600Mbps 1000Mbps都出来了 对吧 但是那个时候的状况呢 网路不也是泡沫化 它是先泡沫之后 才又把它建立起来 才开始向上 那AI呢 你看AI 你不会在消费端 买更多的产品的话 对很多企业来讲 它为了竞争 不得不升级它的硬体设备 它只是让它的成本变贵 但是却没有让它的销量变好 就是AI现在面临到了 非常大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会看到 美超围跟Intel财报 真的有够烂 是真的有够烂 而他们曾经一度都是邀股 再来最重要的股票 叫做辉达 第一季的财报 年增262个百分点 够好吧 达到260亿的美元 高于市场的预期 这个部分是很不错 那预估第二季的 营收的部分280 也比市场预估的266 要来得更好 那辉达的财报是有达标的 对未来的展望 依旧是很好 那如果说它的财报是达标的 紧接着你要看什么 看它的股价的反应 对吧 如果你财报很烂 你往下跌正常 但是如果你的财报很好 这是一个多方架构的话 你的股票应该要向上涨 对吧 因为你现在比预期好 你未来也会比预期好的话 你的股价应该要向上涨 这个叫做多头吧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在AMD超围的部分 我之前也跟你讲过它的财报 它的财报很漂亮 甚至于我当时还跟你讲 它可能会救了美国股票市场 结果只救了一天 第二季在这个晶片的部分 AI的GPU既增了 550个百分点 年增115个百分点 年增一倍 并且在第三季的 这个展望的部分 会再年增16个百分点 市场是股指会增15个百分点 也就是它的预期的部分 虽然只多增加了一个百分点 但至少它也是比市场预期的 要来得更好 所以在股价的部分 再怎么样也应该要持平吧 是吧 有利多的新闻出来 有利多的状况 股票市场会震荡向上 那个叫做多头 因为借由利多跟财报 它应该是要头头高 现在我们来看答案 来看说从美国股票市场 重要的股票 来跟你讲说整体方向在哪里 回答 在昨天 各位是收盘价 前天我跟你说过 它一度有跌破100块钱 但是尾盘有收起来 而在昨天的时候 回答的收盘价 跌破了100块钱 这个重要的整数关卡 回答把它给跌破了 怎么会这样 它的财报是对的 它的未来展望更好 怎么会是跌破的 它创了近期的收盘价低 并且把最重要的关键价格 100块钱给跌破了 这绝对不是多头 那会不会说 之前我所提到的 AI的最辉煌的时间点 已经过去了 因为除了 回答的财报 真的很不错之外 超微的 算及格 但是美超微跟Intel 非常惨 那你去看 在超微的部分 它的头在这里 已经涨不上去了 现在在破底当中 美超微就更不用说了 跌得非常的重 昨天还在破底 Intel 各位这并不是什么 像台湾什么 可能有除全息 没有 它就是大跌 它就是大跌 Intel直接崩盘 美超微昨天也跌了 两成 就已经在跟你讲 连AI唯一会赚钱的领域 都在破底了 那你跟我讲 AI带领台北股票市场 带领全球股票市场 向上冲的 领头羊都已经转落 甚至于在带头杀的话 这个股票市场 怎么会 不破底 那你说 鬼估值啊 不对啊 现在是AI AI的未来会很好啊 那你说现在不好 震一震搞不好 它又上去了 因为整体未来 就是AI的世界嘛 是啊 未来的确会是AI的世界 但是我在节目 一开始我也跟你说 当时打抗泡沫的时候 未来它也是网路的世界啊 那网路的世界 的确它发生了 而即便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那个时候讲的完全都对 但是微软 Microsoft 那个时候却从原本涨到 涨到了西元2000年的时候 从1997 1998 1999 涨到了西元2000年的时候 最高点来到了58.49 即便它未来真的会暴涨 即便它未来到处都是网路 Microsoft的英蛇 受贿非常的重 但是在2001年的时候 短短的一年的期间 它从高点跌到了21.58 跌了63个百分点 照跌不悟 这才是股票市场要跟你讲的内容 未来是真的 但是股票市场已经反映完了 索罗斯所说的 当美股盈余还在创新高的时候 股价会先反转向下 而当股价反转向下的时候 你不要再期待未来它还会再创新高 因为美股盈余如果创新高 股价在往下创新低的时候 这就是反转点 那既然反转点已经发生了 各位就不用想太多 往下来做 因为你往上做可以赚一倍 赚两倍 甚至于赚六倍赚十倍都可以 但是你往下做呢 照算不误啊 甚至于你在往下崩落的过程里面 你能够赚钱的速度会来得更快 股票市场里面没有好坏 只有对跟错 网上如果它是多头 我们就向上做 但如果现在是空头的话 我们就向下做 往上做 多头往上可以赚钱 空头你往下 一样可以赚钱 一起加油 来导播进广告 多头有多头的做法 空头也有空头的做法 在多头的时候拉回找买点 在空头的时候反弹找卖点 我之前一直在节目跟大家讲 多方的做法跟空方的做法截然不同 而当大盘 今天这个礼拜一 跌掉1800点之后 我跟你讲会反弹 随即礼拜二礼拜三 反弹了1600点之后 我说准备要开始找空点了 但是空头就是这样子 它会一直不断的拉高去又多 让很多的散户以为 又要开始上涨了 然后它进场去追多单之后 直接跳空下来 让你直接被套住 连跑的机会都没有之后 未来你会再被断头 再次被断头的时候 又开始砍股票出来 空头就可以大获全胜 这是空头的做法 我们为什么一直跟你讲 现在是空头 因为你如果在空头的时候 你要去做多 第一个你赚不到钱 第二个你会赔得很重 因为空头杀得会很凶 非常的凶 多头要涨三年才会到一个定位 空头大概跌半年 就会到一个定位 所以空头会杀得非常凶 那它既然会杀得这么凶 代表它的力道会非常的强 那既然是这个样子 我们就好好的放空 好好的放空 你就会看到说 昨天一根长红棒 今天直接被打下来 没有任何的原因跟理由 直接打下来 够可怕吧 对多头来讲是很可怕 但是对空头过来讲 那就是赚钱的机会 大方向空头的力量 会帮助做空的人 做对边就能够赚到钱 我们来看一下日本基准利率 跟标普500的状况 你看每一次只要日本有升息 我昨天跟你聊过的 日元套利的部分 那从过往来看 从2001年 只要日本一升息 标普就杀 日本一升息 全球股票市场就杀 现在的基期 在标普的部分 已经拉到了这边来 日本又在隔了那么久之后 开始升息了 各位我觉得状况不会改变 不会改变 他终究还会演他会走的路去走 过往会杀 这是他也会杀 这件套利我昨天跟你说过 你去看昨天的节目 那我要跟你聊的 叫做萨姆规则的部分 你看这个规则 我昨天也跟你讲 只要比三个月的平均值 只要比过去12个月 高于0.5的话 就触发了萨姆规则 回推从1950年代以来 只要触发萨姆规则 就是经济衰退 触发就是经济衰退 1950年 1970年 1975年 1990年 到西元2008年的时候 都触发了萨姆规则 当然了 这个东西很好玩 你说为什么要叫做萨姆规则 因为是一个人叫做萨姆 他所发明的 所以他称他为萨姆规则 那萨姆规则回推 每一次都百分之百命中 但是他在近期上节目 萨姆他还没有走 他还存在这个世界上 他自己在节目上说 可是现在萨姆规则虽然有触发了 巴特经济还没有真的衰退 他讲这个话 很好玩 你就会知道说 做研究的人 跟实物上的做法 几乎是做一套 说一套 他自己 这个指标百分之百准 但是他自己也不相信 他发明的他自己都不信 这很好玩 但是指标不会骗人 数据不会说谎 终究他就是会衰退 因为包括了像是日本央行 日元套利 跟巴菲特在大卖股 跟萨姆规则 都已经在跟你讲 失业率也上来了 都跟你讲 未来就会走经济衰退的路 所以经济衰退会让空头 不断的拥有 源源不绝的力量 往下去打 你去看美国的一般的人民 他已经没有钱了 从这个新冠的时候 拉到了相对高档之后 现在已经没钱了 几乎是2014年以来的 存款最低的时候 美国人现在非常没有钱 你要记得 美国人现在非常没有钱 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国的信用卡 在推欠的部分 已经飙升当中了 飙升当中了 创下了2012年以来的 最严重的拖欠率 那你再去看车贷的部分 这个分为轻度 跟严重的欠托 下面是严重 上面是轻度 轻度就是他欠 大概欠一个月到三个月 严重代表 他已经欠超过三个月 还没还钱的 这个叫做严重的部分 那轻度跟严重的部分 都已经攀升到7.94 跟2.78 三个月的已经有8个百分点的人 还不出钱了 我有钱我干嘛不还 我刚刚给你看的 不管是信用卡 跟存款的这个部分 都已经几乎在低档 信用卡是越签越多 违约率越来越高 那美国的经济 你说他衰退了没 至少美国人没钱了吧 然后颇客下 为什么现金水位这么高 未来还有 这个可能会发生战争 你就会看到 美国是他指数不断的 一个反弹立刻就杀下来 都维持在相对弱 那台湾在日元 这个我昨天说过了 我就跳过去 重点是昨天的值 居然又增加了三点九亿 礼拜二礼拜三大减 但礼拜四立刻又买回来了 代表什么 散户就不认输嘛 他不觉得现在走空了嘛 他觉得只要断头断完之后 又会再涨了嘛 这就是标准的空头又杀 他把你拉起来 他让你信心都还在 然后慢慢去收割你 所以你千万不要成为 最后一支的稻草 来时间不够讲快一点 你看像台湾的股票 伪创已经涨不动了 AI相关的 可是他的财报很好 财报很好 却涨不动 这跟美国股票 有没有非常的像 包括像英业达 他的财报也非常的好 却也涨不动 甚至于到近期的时候 都还在破底当中 财报这么漂亮 包括了像是普瑞 财报也超好的 他这样走 你难道没有感觉到 市场的氛围是不对劲的吗 跟技嘉 财报也都很好 我主要跟你聊这档股票 台积电 最近在杀对吧 但是你看到第二季 合并营收年增40个百分点 美股存益9.56元 创下历年来的同期新高 同期新高 而且他 但他觉得 在下半年的时候 可能展望没有那么好 本来觉得会成长 两成 后来他觉得只会成长 15到17个百分点 他觉得未来会成长 而且他上半年赚翻了 股价不涨 还在破底当中 我问你 多头 他会底底高 头头高 空头呢 头头低 底底低 这叫做空头 不管是利多的新闻 还是空头的新闻 都会让趋势 往他该去的地方走 护国神商已经跟你讲 他在往哪边走 即便财报再好 都不能扭转所有的趋势 请你坐对边 一起加油 只要坐对边 就能够赚钱 好 今天的节目 就先进行到这边 愿我如长风 伴君行万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